我問妳 她是誰 妳說 我不認識她 但是我都記得她的名字 我也記得她裝上去 我蹲下來系鞋帶 她從我後面童子拜觀音 直接戳我屁眼你知道嗎 來 親密心動時刻開始 其實我跟加納在一起很多 經歷過很多很感動的時候 但是我最感動的那一刻是 我們去年一起回去 原本是要回烏克蘭 因為加納經歷戰爭跟疫情之後 是四年沒有辦法回家 所以那一趟她就是安排了 要帶我一起回去見她的父母 我們是先飛到波蘭 再從波蘭打火車到烏克蘭 那是我自己蠢 就是我沒有把簽證的東西查好 我查到舊的資料 所以在過境的時候 我們就被海關給趕下來 然後因為加納的個性是很衝 很強硬 很堅強的一個人 所以一般我們遇到這種事情 她都會主動上去跟她理論 然後可是理論一下之後發現說 好像是我的問題 是我沒有做好 然後加納就立刻哭了 她很少會在外人面前哭 然後那個晚上是我看到她 哭得最慘的一次 她就整個就是沒有辦法講話 一直在哭 我當下也是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還想說 可不可以去隔壁先拿行李什麼 可是海關就立刻把我們趕下車 所以我們那時候被趕下來的時候 是半夜三四點 對 而且是 而且那個地方非常的荒涼 過程當中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就是說其實只有我一個人要下車 因為它是可以入境的 是我不能入境而已 所以應該是 抱歉 抱歉 不要鬧 所以應該是 原本是我一個人要下車 所以其實加納是不用下車 因為它是可以入境 是我不能入境而已 可是她整個過程當中 她都一直陪著我 包括說最後我們 就是在那邊待了好幾個小時之後 我們又被遣返回去的時候 原本我們還被人家敲詐 就搭一個大概兩三分鐘的火車 她收我們五千塊一個人台幣 然後加納也跟他們 繼續跟他們吵架這樣 然後最後我們 最後我們就 爭取到兩個位置 是很遠的包廂 然後她就是過來 我們兩個人坐在一個位置上 擠在一起 然後一起度過那個晚上 然後到那個位置的時候 我忍不住 我就問她說 你整個過程當中 你都沒有想過要 讓我一個人下車而已 因為我在想說 原本我想說一個人下車 給她進去 然後她就說 你是我老公 我怎麼可能讓你一個人下車 所以我就覺得很感動 而且四年沒有見到家人 對… 所以因為我的一個食物 她沒有辦法見到她的家人 所以我就覺得那個是很感動 感動 是感人的故事 對啊… 故事感動 對 妳當時就一直哭 妳很堅強的人 對 但是我很怕 因為那個時候她是那支牆 然後我叫她出去 我就想如果她一個人出去 她完全不會講 語言都不通 如果她被殺 我怎麼殺她 我就一直想很多誇張的東西 我就覺得不可能我離開她 她那麼壯 她搞不好去 喂… 也不是魚 不要吧 男生 不要擔心 不錯… 來…數據看一下數據 是溫馨感人的故事 98 到144 佳納很動感 來… 來佳納的心動時間 來 佳納 你們應該有些火辣的時刻吧 對不對 有啊 我們剛開始交往的時候 我們就很喜歡吃 去各種各樣的Motel 有 有時候 有一次 我們已經休息完了 要回家 她就跟我說 我的車壞掉了 你可以自己離開嗎 她就留下來一個人 然後叫我離開 我離開的時候很尷尬 因為大家在看我 然後那個 龜胎的小姐還誤會 我是 被交的小姐 她誤會了 妳就跟她講 我不是小姐 我是來花錢的 對 對 裡面那個才是鴨 妳被誤會 還被誤會 鴨 還在休息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很尷尬 這個男人怎麼樣 但是上個月 我剛生完小孩的時候 我就超級痛 我的下面都有很多傷口 我自己都不敢看 但是祖雄她一直跟我說 因為我說 妳幫我生那麼可愛的女兒 她一直幫我吐藥 完全沒辦法走路的時候 她還會扶著我去廁所 上廁所 我就覺得男生看這個東西 應該會蠻可怕的 但是她什麼都不怕 她看到就說沒關係 比昨天好 這在我們台灣的男生那裡講 算很普通的事 對不對 小婆 對啊 一定要做 我還幫她洗澡 我幫她擦藥 一定要的 對 有點體貼 人家都那麼浪漫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 我選對的樓梯 對啊 架隊員 架隊員 這我也可以 還有硬片 對 我們可以有這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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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什麼忍耐一下 忍耐一下 太快了 太快了 太短了 不可以一起跳 等一下 太短了 往下 開肚的感覺 我是往下 穿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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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舒服 加油 再一次 再一次 可以來囉 好 給她自己來 穿在那邊 穿在那邊 很感人耶 而且那個祖雄也是 很想要幫他痛對不對 我跟你講 看這一段掉到剩下60 太痛了… 你這個沒血沒內的東西 不是… 怎麼會都60 往下掉也是一個辦法 要拉開距離 我們最近在帶小孩 我快睡著了 睡眠時間 我認為我是一個脾氣滿好的人 但是佳娜是一個很給小的人 她很給小的人 她平時就喜歡舔我的眼珠 然後捏我的奶頭 然後就是她喜歡 就是隨時來一下這樣你知道嗎 趁你不注意她就來一下 我就跟她講過 我就想說如果我們兩個私底下OK 就算了 我就當作是你再跟我玩 就OK 但是不要在人多的時候 做這件事情 就會很尷尬 有一次我們在那個捷運下班時間很多人 我們一手牽著手 然後她還另外一手來敲我奶頭 那邊超多人很擠你知道嗎 就超尷尬 我就很生氣 然後那時候我就跟她講過了 不要再人多的時候這樣子弄我 然後有一次我忍不住的是因為 她在我父母面前 我們跟父母一起去泰國旅遊的時候 我蹲下來細鞋帶 直接戳我屁眼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真的受不了 因為我爸爸媽媽在旁邊看 然後旁邊也很多路人 然後我就跟她講說 我跟妳講過幾次了 不要這樣子弄我 現在這邊旁邊這麼多人 妳讓我這麼尷尬 我就那時候我就忍不住 就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就是一直這樣子狂念了 大概10分鐘吧 太久了吧 然後我就因為我受不了 因為很多次不是一次而已 然後她就現場就直接哭 然後她哭了之後就轉 就是從哭變成轉 10分鐘以後她就轉成憤怒 生氣 生氣了 她就罵我說 妳為什麼要在我父母面前罵她 然後我說 為什麼妳要在我父母面前戳我屁眼 我們就 我們就 然後那不是妳父母很尷尬 你們兩個那邊又吵又哭的 又戳 又戳屁股 然後不留想說父母的感受嗎 真的辛苦 然後她是比較受不了我 吃東西的時候有聲音 因為我們吃東西喜歡吃熱的東西 後來我發現歐洲人好像不吃熱的東西 對 有一次我們吵架 冷湯 對 吃一碗熱湯 熱麵 我肚子很餓就吃了就洗洗淑淑這樣 她就說 妳是人還是足 怎麼吃東西這麼大聲 我就說我吃東西 這麵這麼燙妳吃給我看啊 妳吃不要發出聲音給我看 然後她就說 不能放涼一點再吃 我說我肚子很餓怎麼放涼一點 對啊 太餓了 所以我們就 因為這樣的事情有吵過幾次這樣 她波動很大 對 對啊 波動很大 來 輪到祖雄來 妳記得以前妳跟我說 妳有一個以前女朋友 很愛看妳的手機 我就跟妳說 他怎麼這樣子 但是其實我也會偷看妳的手機 原來妳也假裝大方 有一次的妳合作的時候 我就進去妳的Facebook 然後我全部從 一開始到最後一個報告 我都看完了 但是最神奇的時候 我們在曖昧的時候 妳有跟一個女生聊天 然後妳還問她 妳住在那裡 喔 正山區 我來妳家會方便嗎 然後妳問她妳還要吃什麼東西 但是後來過了一段時間 妳就沒有跟她出去 但是她接受妳的時候 我問妳她是誰 妳說 我不認識他 但是我都記得他的名字 我也記得他裝上去 你怎麼說呢 不要惹到家 這個是要辯護一下 沒有 這真的是很久 因為他挖我的訊息 都是我們在一起之前的訊息 我們在一起之後就沒有 但是之前 代表你還會喜歡別的人嗎 沒有 我從頭到尾 從小到尾就喜歡你一個人而已 從小到大 對 很懂得生存 難怪你現在瘦這麼多 是… 求生意志很高